嗨 大家好 我是自民 我是狸貓 今天自民要做一件從來沒做過的事 就是 直髮 沒錯 今天這一集呢 會是我們紀錄半年到一年的 一整個紀錄 其實我真的要直髮的區域沒有很大 兩邊嘛 就是那個額頭的這個地方 兩塊 這兩塊已經那個毛囊已經關閉了 現在有頭髮就只能用直髮了 其他中間這個地方 之前用那個頭皮護理的方式 已經就是不推出蠻多的 另外有個區域是我的髮券的地方 就明顯會比較空一點 那我們就出發 HHE髮陣所 對 感謝他們贊助致命那個直髮 然後他也贊助我護理頭皮 其實都蠻有幫助的 你的前額要直的這兩塊 因為它是完全沒有頭髮的 所以這個只能靠直髮 那髮券那個地方 因為剛剛看了一下 你的髮券處 它其實裡面還有很多的頭髮在 就是你原本的頭髮 然後在這邊撞上去 如果它太靠近的話 有可能會損害原本的頭髮 頭頂的部分 我本來會建議你 還是要做一些生髮 最早期的時候 我們拍那時候是 頭頂區的頭髮有掉髮 在這邊自明有做了 生髮部分的療程 就是最後一次治療的時候 後面的頭髮部分都已經長回來了 然後它之前的前髮基線其實 其實看起來它後面有比較脫一點 因為你之前這塊沒那麼高 所以這幾個部分應該還有在推進去上去 就是最開始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看起來是沒有推厚太多 所以這個應該是你原本的形狀 那如果不要那麼明顯的話 變成我們這個的角度 就變成要平一點點 可以不用那麼明顯 太那個中間的話會很像達爾 達什麼 達爾 我們這兩個面積的話 大概差不多50平方公分左右 這樣的話大概要3750根左右 嗯 它現在畫的比較平嘛 對 但我以前原本的那個髮基線是 比較斜上去的 藉由這個執法的過程是 也可以改變你的那個髮基線 想要變比較平一點 就可以透過這個來改變這樣子 今天我看你的頭頂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執法的部分不是它最必要的 生治不中也沒關係 因為那可以做一些生髮 其實它的密度應該會再繼續上升 所以我在執法前就可以開始搭配口服藥 對口服藥現在都隨時都可以再繼續吃 因為我之前一直沒有吃藥啦 當時剛開始2020年剛開始來的時候 沒有急迫性需要 所以當時是先做生髮 現在就是發現它還是默默的在往上嘛 現在還是要再加上吃藥這樣 你要趴著 然後我們去吧 那個時間可能會需要兩三個小時 我們會先幫你打麻藥 但是你基本上忍算是親情 那去萬法起來之後 分法師要稍微 整理一下你取下來的頭髮 嗯 有一些雜質可能要去掉 那種的時間可能大概要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哇 好久耶 謝謝 下次見下次 今天是致命的執法日了 對 我要去把這個前面的兩邊執起來 先從藝術 先拍個數前照 先幫我確認一下 這樣大致的對稱性 基本上它長起來之後 不會發覺 那一點點的不對稱 好 這邊之後就會 長滿東西了 很久之後 期待 期待之後 臉是向下 對 臉正面朝下 像思紮按摩一樣 很像按摩耶 這感覺會超級比賽耶 因為這樣上面比較平面 意思比較好操作 你看得到我的手嗎 嗯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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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現在弄好了 中場休息是不是 有開始 你也不知道後面現在長怎樣對不對 嗯 不知道 很熱 因為那個 毛巾 然後上面又有那個手術 背 所以 很熱 一直把你沫在裡面 臉的部分都超熱 我以為你會睡著耶 都沒睡不著 我從後面這邊看得到一點點 毛囊的傷口 紅紅一點點 剛在打的時候 都還沒有嘛 所以 它每一針下去的時候 都很有感覺 但我都不知道已經開始了 也沒有這樣點的感覺 沒有沒有碰觸到的感覺 最痛苦的是 趴著的這種動作很不容易 你手術師會不可以抽菸喝酒 阿絲 披靈 中藥 銀杏 浴油 這些或許要都先不要吃喔 你進去的頭髮會先掉 再打出新的頭髮出來 那你要好照顧半年 剛才這頭髮是比較稀疏比較亂的 剛剛是不是講了很多數話要注意的 整張都要記得 而且你這個繃帶 它說要48小時 弄完然後再回來洗頭 然後30天內不能那個 劇烈運動 不能運動 不能流汗的運動 一個月之後才能夠正常的搓洗頭髮 超喜歡搓洗頭髮 請進 請坐 我們有墊枕頭 然後你會覺得躺起來怪怪的 是因為打麻藥的關係 躺著你會覺得好像不是很真實 一排一排的 很像那個 是我的頭髮 有一種食物 那個芝麻什麼的 芝麻糊對不對 拜拜 拜拜 大便身 哈哈哈哈 好 好熱 好 哇 嗨 這是什麼 什麼叫什麼 哇 你照過鏡子了嗎 沒有 看過了 真的頭很脹 然後現在很腫 是因為 比如說剛剛有打一個什麼 膨脹水 直的地方 有直的地方 因為它為了要讓它 尖閣比較好抓 嗯 我有點 密集恐懼 而且現在看我就覺得滿自然 因為我剛剛就有問啦 就是說有沒有那種失敗的經驗 通常不是失敗 只是跟預期不符合 跟想像不一樣 有些人就是 它的需要值的部位超大 可是它可能只中兩千根 這段我中三千五百根 所以會夠 你看如果是到中間 然後只中兩千根 那肯定會超稀疏的嘛 對 然後它長出來之後 它也不會像 對 一般的人很自然的頭髮 所以 通常是這種會 跟預期不一樣 然後他就覺得 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 塗票光好像就好一點了 沒那麼密集耶 想要幹嘛等一下睡覺 今天是第二天 你的頭 腫下來了 可能是因為這個繃帶吧 這個前額這邊會腫起來 好像是正常的 麻醉藥或什麼的一些 還沒代謝完嘛 昨天差不多六點結束了 然後現在這個也是大概六點多 今天要去給他們幫忙洗頭 然後換藥 我昨天晚上真的是 睡得超不好的 我會一直很像 懸空的躺在枕頭上面 因為它那邊沒有感覺 所以你會很像沒有躺在上面 所以你的脖子會一直 不自主的想要用力 會很不舒服 另外一個是 我的前後都會一直 有點隱隱作痛那種頭痛 偏頭痛那種感覺 這其實就是沒有睡好的感覺 早上我覺得就好一點 就是可能已經沒那麼痛 然後 我現在其實不太會痛 我覺得現在沒有什麼感覺 現在還好 就可能碰到會有一點點 知道它就有傷口的感覺 那這樣蠻快的耶 正常好像也是差不多這樣 就是只有第一天的時候 會比較有疼痛感 好,GO 哇,多血耶 它是有點黏住嗎 因為傷口啊 你這個腫脹這一圈很像什麼 很像甜甜圈 焦糖口味 我應該要拍戲嗎 我現在要幫你拆後面了 好 你會痛快幫我喝一下 好 有感覺嗎 有感覺但還好 我看到那個布上面 都是紅墊 都是我的傷口 我一直到今天早上 抓的才有感覺 這真的是抓羊的感覺 它這個點滴就是 我昨天是自費買的 修復針 我昨天手術的時候 就打第一次 昨天就打了 然後今天是第二次 今天是第二次 然後總共會打六次 然後因為我本來就 都要來洗頭嘛 洗完然後就順便打 但這個算是自費假的 但也可以不用 也可以不用 就是會加快它的速度 然後可能它會讓 傷口修復的 比較漂亮或什麼的 然後這樣好像說 要打半個小時 在最前面傷口還 剛開始有傷口 像我昨天剛自發完嘛 所以我昨天就打一次 然後今天再打一次 越快打完會越有效果 好 一週了 現在狀況怎樣 其實會看得到一個洞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洞 一個洞的感覺 也沒有那個紅紅的感覺 因為第一天會紅紅 第一天的時候會紅紅的嘛 我本來以為那個狀態 還要可能至少到兩個禮拜 昨天的時候就開始這樣子 比我想像中的恢復還要快 所以你現在可以正常洗頭了 還不能這樣子抓啦 就是我洗的時候還是需要 毛巾包住那個臉膨頭啊 然後往後癢這樣子洗 正面那個執法上去的區域 這個摸起來的就是 其實就是 有點像魔鬼瞻的那個感覺 第一天的時候 其實真的蠻難睡覺的 剛弄完的第一天 那因為我後面有幾千個傷口嘛 慢慢的後面的狀態就越來越好 就要讓吃止痛藥啊消炎藥 第二天第三天的時候 其實睡覺的時候 就都沒有什麼問題 不算是因為我的那個傷口 在修復還是怎樣 我這幾天非常的愛困 非常 所以你現在傷口是會癢嗎 我已經經過了最癢的時候 我前兩天的時候更癢 後面的癢是指癢壓膏可以擦掉 然後前面的癢 還有給我一罐那個修護衣 它就有點像寶石那樣子 然後就會比較不一樣 如果有些人想要執法 然後再猶豫的話 就怕說會恢復很久 因為我本來真的很怕恢復需要很久 就可以不用那麼擔心 因為事實上 今天已經剛好是第七天嘛 恢復的狀態都還滿好的 然後也沒有想像中的 那麼不方便或什麼的 女生的話常把 會蓋住 所以完全看不到有傷口 然後再加上前面 我本來就有瀏海嘛 正常參加活動啊什麼也都可以 這個是想提供給 如果想要執法的人 然後有點猶豫的話 就其實不用太擔心 在還沒有執法前呢 我能夠做的髮型 由於就是往前 又吹 因為譬如說我的往這邊吹的話 我這邊就會很凸 現在因為有執法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時候 我這樣撥開的時候 我是黑黑的 對所以以後這個地方 就會有長頭髮 今天要搓結痂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結痂 那其實我已經掉了差不多 但是粉它會有一點點 所以就把它搓乾淨 因為這個很重要的是 你結痂沒有搓掉 頭髮就不會長 好可怕 不會開始長 一樣是要先洗頭 今天回去就可以正常洗頭了 可以正常洗頭了 脫完就可以了 哇你的髮線這樣瞬間下降很多 有嗎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啊 應該有個五公噴泡 溫熱的毛巾 稍微敷在你指髮的地方 就是要讓它腳趾軟化 等一下搓結痂的話 會比較好搓一點 所以有些人是 來搓結痂之後 回去還沒有完全掉 其實你會很明顯 看到它指髮上面的地方 全部都是白色的 那種就是腳趾比較厚的 所以它可能要搓個 一個禮拜之類的 那你指髮的地方 你就可以用指 再來這樣畫圈的方式 你這個指髮的地方 就是你之後它頭髮還是會掉喔 掉完之後才會再長出來 那你回去洗頭的話 你記得你前面指髮的地方 要洗得比較乾淨一點喔 就不要這樣帶過好 不洗了這樣 就不能只是摸的這樣子 對對對 好你先回剛剛的位置 已經很明顯了 已經沒有照鏡子 我問我每天都要看 所以習慣太出來 頭皮的地方會紅紅的耶 對啊 因為直進去它畢竟直入 是有一個傷口的很緊張 所以那塊紅紅的會 後面會慢慢退掉 再持續一陣子 大概半年之後 也會開始慢慢的減快 你看它這個白色點狀的地方 就是傷口 不過肉眼看不容易看得出來 對 肉眼看都很好 有一點點白色反光 對對對 你看這個縫隙點的地方 一點點 就很不明顯 因為這是隱橫式的做法 髮量感覺 也沒有變少了 因為我們是間隔式的專群章子 然後這邊有一小顆 還是有一點點有髮眼喔 這個就是像 痘痘那種感覺的 毛痘髮眼 這個它是茶藥 這一片的話 有一整片都是 看起來比較空的那種感覺 這個就還要在等 因為像你看它的毛痘 紅痘都還在 就是頭髮還沒冒頭出來 它有些區塊部分 看起來是空的有沒有 對 它就還會再長 這個中進去的頭髮 就是這樣融的 粗的 對 非常粗的 這個就是已經結束自幻期 長出來的頭髮 很細的這種是遠針髮 這是粗的頭髮 所以種植進去的狀況 都很健康 沒有問題 像這個就是孔洞 那是有植過 但還沒有長 有植過就還沒開始長 因為現在才半年的時間而已 是 植髮都是很規律的方式 就很去種 會上當感覺 那這個地方有個孔洞 這個就還會在長 為什麼它會是路超那麼多啊 就是一個已經長出來了 它主要你的頭髮 部分種進去之後 它的自幻期階段 都會是不相同的 我們的頭髮 不會是所有的孔洞 都處在成長期的狀況 一定會有一部分是成長期 衰退期 無數期部分 它會像這樣的方式 你看這很捲的有沒有 這就是 剛開始初期長的時候 有點捲度的 後面就變直的 一開始一定要捲捲的 它會接近你的原生髮狀況 如果你的體質是自然捲的 這個不會改變 就會還是捲的 已經不會變 它還是捲的 那現在這一片的頭髮短了 這些頭髮都是重新長出來的 好 那到內層的地方 還是有一些空空部分 我覺得還沒有完全都長夠 這一塊的頭髮 現在邊線的這個頭髮 合分就是重新長回來的狀況 半年的狀態的話 這邊頭髮長了很多 現在這個小瀏海 往這個地方 長了很多新的頭髮出來 新長的那個邊線在這裡 這邊有個小邊線的感覺 剛好有 包含你的這個邊線 沒有往內做一點點 所以這邊有一些小頭髮 都還會持續生長 就是去年5月25號的時候的照片 在去年的時候可以看到 它的前瀏海區 其實是比較稀數的狀況的 那現在的頭髮 當然長度部分 即使在流長的情況之下 它的厚度 這個是把它水平之後 我們先增加的 我們在種植頭髮的過程裡面 就是從前面的這個M的地方 我們開始往後 所以在整體頭髮覆蓋上去的時候 厚度一定會差很多的 皮膚的狀況是完全是光滑面的 沒有任何頭髮情況 現在的頭髮部分 我們現在從這個肩點的美人肩 但是往後顏色覆蓋的狀況 像你的毛流部分 其實是這個毛流部分 是往這邊 以後整理頭髮的方向 其實可以按順的毛流方向去整理 覆蓋狀況一定會更好 然後你會發現 你原本的眉毛部分 跟你的病角的距離 它現在是縮短很多 因為之前是這麼寬的寬度 現在是整個縮小的 現在這個小的山丘部分 就已經完全這間了 這一塊的地方是圓身的 就是圓身部分你的髮際線 就會有一些前後前後程式的力量 這個就沒有變化 我們重的地方是這一塊 然後最後給你看一下 後面的傷口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取出來的傷口 那後整區地方 其實基本上它不會很明顯 是因為這個我們放下來看 像這個角度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現在是4月30號 快要買一年 我一年這樣子每天看 我就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看那個比較有差 我想看一下 差很多耶 以前這邊是一塊耶 其實一般也不會把它這樣撥開來 主要是因為現在頭髮看起來就會 在我留同樣的長度的時候 會看起來比較厚實 我好奇你後面 因為它這時候不是取後面嗎 你後面有什麼感覺 後面完全沒有感覺 做手術完的那一兩個月 會覺得好像癢癢的這樣子 那現在已經就不會了 現在已經完全不會有了 目前的狀態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是 我之前困擾滿久的 就是頭髮的問題 最後就是感謝 感謝HH醫法診所 提供我這次的這個執法的 完成了你的夢想吧 感謝HH醫法診所 謝謝 大家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來諮詢他們 對 沒錯